这样也是慈祭之工许志荣 经营光电事业有成 退休后交棒给儿子 自己专心投入慈祭 五年前他就曾带着家人 演绎父母恩仲南报经 五年后一家人再度同台演绎 很幸福的感觉 因为五年后我们还可以参加 身体大家都很好这样 全家人和乐融融一同参加 吉祥乐祈福会 儿子许璇月在公司 也学习父亲的慈祭精神 大力推广素食 并时时跟员工分享禁私语 把慈祭的文化 让我们的员工一起参与 那当然赤祭这是最基本的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慈祭的人文 摘介护大帝 还有这一位中兴大学教授 沈兆基 游婚转素 吃素已经二十多年 也常以自身的经验推广素食 只要是慢慢生路 所以我就不吃肉变成吃素 其实吃素并不会不健康 你们看我就知道 我真是三十多年 七月孝亲 斋戒祈福 带着满满的感动之外 更应该从此刻起 身体力行 才是吉祥乐真正的意义 大爱新闻张贵丹 蔡玉凯台中报导 在这边 ço 、 优优 优优 冬 冬 、